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介绍这位张德良呢 其实他不是用眼睛来看世界 他是用心眼来看世界哦 这一梯次的医院志工行程 张德良被分派到秦安居 尽管眼睛不好 但是跟老人家沟通 一点也不成问题 温柔内心加上轻声细语 张德良很快和老人家完成一片 而且他还有一项拿手绝活 是说你都随身携带DVD 因为我想说来运有所有道病房 病房的话我就会带他们手 无声的说法成了势力不好的张德良 最能够触动人心的第一步 您看老人家也跟着手舞足道起来 不懂慈祭歌曲没关系 老人家最爱唱的老歌 在这里一点都不冲突 四十出头的张德良 原本就有先天性的弱势 后来又因为视神经的病变 目前两眼视力几乎都只有0.3到0.5 这也让张德良不论在生活工作上 都带来极大的不方便 在工作上只能说不断地去求改善 进步甚至常常用时间 比如说人家五点钟下班 我就必须要做到八点九点 然后认识那个环境 接那个业务 甚至我还可以用很多的颜色 与群夜天游人不如用心找路 除了克服身体残缺 更要挖掘自己特有的第二专长 事实上眼睛看不见的人 一般耳力都会比一般来得强 不过他长期都会用耳力去听 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说 当会觉得说眼睛看不到 你会很自卑 可是现在想想 把它转一个类点 会觉得说你用声音来听 事实上用声音来转换 刺激的法门也是一个很好 美丽的地方 大门口 看不太清楚那个服务标 对啊 那怎么办呢 那就是会想说找那个定点的 哪一个比较 会注意住说 他旁边有什么东西 偶尔被调派到其他的服务定点 张德良也从来没有推脱过 尽管需要写字看字 像是在医院大门口的轮椅租借 这一台好不好 那个号码是多少 帮我看一下号码 不好意思 人生在市民能够走几年 我们都不知道 或许将来我们的视力状况 会怎么样 我也不敢保证 也有可能将来会有全盲的状况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只能够把握当下 能够希望说在我视力 还能够看得到的时候 多服务人群 除了在医院服务病患 陪伴青少年 也是张德良最近起年才定下的目标 从小他的第一志愿就是当老师 尽管无法如愿 但现在担任辞少班的爸爸 弥补了这个缺憾 好的一面交给下一代 下一代能够吸收上人的法门的话 事实上人间菩萨到底是从最根本就是学生方面开始着手 针对带学员的部分 还有深入学员就是家庭的那个状况 他也有去做家访 这是我觉得印象比较深刻 因为真的要做到家访 我觉得这个行动力象真的就还蛮强的 对还蛮精进的 当对付将近两年时间 张德良的用心 学员们都能感受得到 谁说身体残缺就该自怨自爱 他用行动证明 只要有心就不难 上天他给你上门关起来 但是另外一上门给你打开 你可以善用那一上门去做很多 很多很多你需要做的事 他这个因为势力的关系 疫情小时候弱势 路边又视网膜玻璃 后来还有青光眼 其实真的能看见的这个位置很低 20公分而已 20公分的这个距离 所以他的世界是这样的 但是我们看他的世界其实不止20公分 是非常宽广的 所以虽然身体有障碍 但是只要心是健康的 那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 是完全合计有爱而无爱了 是啊 所以说现在说春天 也希望大家真的新春新春 把心体的这个春天 发挥到最大的光彩